近日,在采访中,Lessi Frame的恭喜校良透露 签约Lessi Frame的时候,我只提了一个条件 不要让我当队长,这是我第一次说 确实,当队长的负担感很大 平衡好队员和组员的关系很难 而采员又是如何当选队长的呢 在接受Viverse Magazine采访时 采员透露,他被邀请成为队长 并分享了他对这个提议的最初反应 采员分享说,他对接受队长的位置犹豫不决 对接受感到紧张 但出道一年后,他不知道自己在担心什么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领导者没有挑战 采员承认,他有时会感受到自己角色的压力 有时,我确实感受到作为领导者的压力 但我认为每个人都需要适度的压力 成为领导者,让我更有责任心,也更成熟 当试图代表团队,并满足作为领导者的期望时 采员感到压力最大 但还好在过去的一年里 成员们都飞快地自我成长 并且在团队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色彩 这也减轻了采员的一些压力 但作为粉丝,真的很感动采员作为队长的付出 继续带领组合,更好的发展吧 爱的寒舍,没有解释我最新韩语 关于赞和订阅哦